网上有个很有争议的爆火话题 如果养了六年才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 你会选择把孩子换回来 还是会继续错误地养下去呢 有人说 六岁的话我还是要亲生的 也有人说 就算是二十年的亲情也抵不过血缘 还有人说 我会选择那个我养了多年的孩子 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亲情重要呢 看完今天这部电影 也许就有了答案 梁多总感觉儿子不够像自己 在儿子的入学面试上梁多直言 儿子怪乔懂事 温柔待人非常像妈妈 但这同时也是她的缺点 她没有坚决不服输的性格 这点不够像自己